在最近一段时间呢 有不少农民朋友着急的寻找高产的玉米品种了 心里特别的慌的慌 因为现在呢已经进入四月中旬了 这个春茶的玉米还有夏茶的玉米 即将开始做准备了 那么咱们今天在这期视频再次给大家分享分享 在2023年真的值得农民朋友手算了以下三到六个高产的玉米新品种 而且这些新品种他们产量最低的话 可以说能够达到一千七八百斤 高达两千多斤甚至三千多斤都会有的 只是说这些高产的玉米品种 看适合不适合你当地来进行种植呢 或者是给大家分享的这几个品种 你今年有没有算错重了呢 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继续往下看 首先咱们先看第一个高产的玉米品种 那是农大三六七 农大三六七平均猪高 二百七十公分左右 岁位高一百零七公分左右 目前适合种植的区域在黄海地区 夏季播种是最合适的 可以说平均它每产产量达到一项五百斤左右 春季播种的情况下 适合东北区域和西北地区来进行种植 它每产产量基本上都会达到两千一百斤左右 最高产产是在两千六百斤以上 接下来咱们再看第二个 那是荆轲九九九 该品种可以说在最近几年来 表现的这个产量还是比较突出的 春季播种的情况下 生育期是在一百二十天左右 它属于中熟玉米新品种 平均猪高三百公分左右 身位高一百二十公分左右 一般平均情况下 它这个产量基本上会达到一千六百多斤左右 最高产量可以达到两千斤左右 这样来咱们再看第三个 那就是合逸一八七 合逸一八七传生一期在一百二十七天左右 是一个中熟玉米品种 在2021年呢 包括在2022年 种植这个合逸一八七的农民朋友 产量相对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 像在我们河南的话 产量最低的话达到一千三百斤 高达一千五百斤 高肥沃地块达到一千八百斤 甚至像东北地区啊 都会达到三千两百四斤 是一个高产的玉米品种 目前适合种植的区域 西北地区和东华北地区 最后呢 咱们再看第四个 那是鲜玉1225 鲜玉125呢 可以说它属于一个老的一个高产的品种啊 在最近几年来表现的都是比较的突出 先后呢 通过了甘肃 辽宁 吉林 河北 宁夏 多个生分来进行审定 另外呢 它的这个猪高三百一十七公分左右 虽位一百一十四公分左右 另外呢 它那个抗病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啊 平均算下来 每亩的产量会达到一千六百斤左右 最高产量会达到两千六啊 高肥沃地块的话 可以说啊 产量表现是比较突出的 会达到三千斤左右 具体的这个产量呢 还是看当地的土壤和管理技术来进行决定